这场比赛哈邦依然手感不交 前八次三分出手全部投钉 如果输掉此战 他注定又要被口诛比防 索性 格林帮领了齐冬决策 莫急拯救了火箭 也帮助哈邦完成了救赎 后者此战得到30分 而格林此战正负值达到24 也就是说他在场的24分中里 火箭赢了24分 此阵火箭指数德安东尼 又将戈登放进首带阵容 正意为着杰拉德格林 在替补习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进攻角色 他在此阵上半场得到7分 延续了近期稳定的表现 莫急比赛 格林刚于上场就立功 接到保留传球投进三分球 火箭在莫急削起小剧浪潮 格林在比赛还剩8分20秒上篮得分 并且造成布里奇斯打上半攻 将法尾进 完成奥交医 随后在比赛还剩6分次16秒 格林再次制造半攻 让伐全局 火箭108比98领先 那几人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格林得到8分 在这段时间里火箭 火箭打出18比4的攻击波 正是格林的稳定发挥 让火箭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火箭最终低半防风取得三连胜 火箭这个赛季 在侧阅位置 不动进行人员调整 但格林 格林 仍然是最终指数德安东尼信任的球员之一 一直得到重量 火箭在交易截止日 引进了升班4年次千万美元合同的 香扑特 但是后者加盟火箭之后状态低迷 场景只得到4.3分 格林命重力27.3% 三分命重力25.0% 火箭主帅格林登尼 对他逐渐失去信任 此战只让他打了6分钟 得到3分 杰拉德格林则继续扮演火箭 替不许摆动走途 连续三场比赛得3上升 格林在2月份产军得到13.0分 产军投进2.7次三分球 三分命重力39.7% 放远了火箭板凳大可选色 其中最近火箭延伸永世 老鹰和黄峰取得三连胜 格林以利得分胜双 分别得到10分 11分和15分 杰拉德格林是土生土长的西肃动员 他在上赛季被火箭中途领进 原本考虑退役的他 迎来了职业生涯重生 终于新城之子 在去年夏天与火箭底薪240万纪念一年 现在看来 他的表现绝对未超所值 不想让 Imran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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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